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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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可能没有 凤小姐 可有结果了 你 你将鼓光血迦躺到何处去了 凤青儿 若再胡搅蛮缠下去 休怪本尊不给天妖皇族灭 清儿 今日之事或许是个误会 休要胡闹 这件事 不会就这么算 别着急走啊 凤小姐 作为风雷阁的首席弟子 想必不会炎儿无信吧 这凤卿儿还不给人道歉 风雷阁做事为命也太调价了吧 就是就是 原来首席大弟子的气量 就只有那么点 今日之事 是我凤卿儿冤枉于你 还望萧炎先生见谅 雷尊者 既然笔事结果已出 按照约定 萧炎与你们风雷阁的恩怨 也该一笔勾销了吧 萧炎 你记忆胜出 看在风尊者的面上 本尊便不再与你计较 不过 若是日后三千雷洞从你这传了出去 那别谁也救不了你了 放心 小子自始知晓 还是雷尊者大量 今日的四方阁大会 的确是风雷阁更胜一筹 我建议这一届的四阁首座之位 还是归风雷阁 既然四方阁大会结束 我星云阁还有要事处理 先不奉陪了 我们走 清二 你先前所感应的 真是古黄血经 绝对错不了 但为何刚才搜查不到 清人也不明白 你先将古黄血经已 但是传回族中 到时候即便是有星云阁阻拦 以天药皇族的势力 要收拾那小子也不难 你受伤了 先找个地方疗伤 消炎 哦 你烟炎 三 但这东西藏在一伙中 如此浓郁的古黄血精 至少是窦尊截别的天妖黄血脉 才能提炼而出 幸好先前没被搜查出来 不然被天妖黄族知道 窦尊截别的古黄血精落到他手里 怕是免不了一场不死不休的追杀 此事 绝不可泄露出去 既然古黄血精已经被逼出来了 为何硝烟还这般痛苦 若老夫猜得没错 这古黄血精估计不止3D 剩下的都还在他提炼 先前他将古黄血精藏在异火之中 虽然躲过了搜查 但异火的高温 也让血精能量散布全身体 如今想要彻底逼出 已无可能 我就不信 能把你提炼出来 还收拾不了你 汇聚一处 易游打击 有效果 这古皇血精 果然是提升人体强度的绝好灵药 糟了 古皇血精的能量 太过狂躁庞大 说是吸收不稳 可就玩大了 他这是 想靠自己吸收掉古皇血精 古皇血精 虽然对提升人体强横程度 有极大的效果 可身体若承受不住 恐怕会暴体而亡 一点魔术血精而已 没那么夸张吧 而且有风险没在 肯定有办法救硝烟的 通过外力强行逼出血精 即便能救下硝烟 他也会出现极为严重的伤势 恐怕 不知硝烟是否还有其他手段 目前只能静观其兵 你们先去外面戒备 别让任何人靠近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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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会发生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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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明显承受不了这不庞大的能量 可思 又撑不住了 必须强行逼出他体内的骨膀血精卵 药臣的孽子绝对能在我手里出事 强行逼出血精会有不小风险 但能保你幸福 这是 幸好当初炼化了这对骨蝇 不然也行 可找不到和金萱互不排斥 还能吸收掉过剩能量的东西 居然是天妖皇义 药臣 但即便是你我 想动天妖皇族的人都要思量一下 你这弟子还真是胆大 抱歉了 没想到会弄成这样 无妨无妨 小家伙 你已经彻底吸收了骨膀血精 嗯 刚才的凤鸣龙音 每一样都是天下间一等一的音波 没想到 你居然能同时拥有 我这龙音 来自当初的阴阳玄龙丹 但这凤鸣 难道是我吸收了骨膀血精的原因 没事就好 以后要小心使用这天妖皇义 否则一旦被天妖皇族发现的话 会有大麻烦 没想到骨翼吸收了剩余的血精能量后 居然变强了这么多 想必速度也提升了不少 没想到你居然能成功吸收骨膀血精 你这家伙 亏我这么担心你 给我鸿飞这么远 身体被推炼得这么可怕了 跟头魔兽似的 小颜 把你知道的和药臣有关的事 都告诉我 老师 那时 老师为护我 被魂殿抓走 老师他 他落入魂殿之手 备受折磨 魂殿 老夫跟你施不两立 韩风 这个畜生 他竟敢试试 请暖 立刻传信通缉韩风 老夫就让他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 封老 我早已为老师报仇血汗 韩风现在 也只剩下一道灵魂体勾炎残喘 小颜 你要怎样才敢放过我 韩风 封老夫 封老夫 blond家 一 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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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p 你这个猪狗不如的畜生 居然敢对自己的老师出手 不要 不要杀我 不关我的事 我现在就是要臣 请你们护 不老且慢 眼下还须留他一遍 只有他知道老师下落 对对对 我 我知道药臣被关在哪里 说 药臣现在被关押在何处 他现在被关在中州西域的明城 那里有魂殿的一座墳殿 明城 没想到那里也有着魂殿的墳殿 那座墳殿一共几位村老 以 以为 你真当本尊对魂殿一点都不了解 魂殿分殿 再不计也有两位尊老级别的分殿中阵赏 更何况还关押着药臣这等内药室 寒风 你还是贼心不死 先钻在座上收起来吧 或许以后还有用 疯了 您和老师早就与魂殿打过交道 当年 我隐约察觉魂殿在进行一个 需要不少炼药师才能完成的庞大计划 后来我和药臣在一次遗迹探险中 与魂殿交过手 恐怕就在那时 他被魂殿盯上了 原来 魂殿这么早就盯上老师了 药臣 莫非硝烟的老师 就是我们星云阁从未露面的阁主 药臣要尊者 阁主 当年药臣 与我一手创建星云阁 这些年虽然他失踪了 但我始终相信 他会回来的 阁主的位置 永远为他保留 旧药臣之事不能鲁莽 也不能传出半点风声 不然魂殿一旦转移药臣 要再寻找 更加困难 可若是拖久了的话 我会先派人将那座分殿的实力摸清 到时候再动手也不迟 放心吧 药臣的炼丹术对魂殿还有用 他们不会轻易动他的 老夫接下来会先回星云阁 小家伙 你呢 小子想先去参加丹塔的丹会 丹会吗 药臣可曾是丹会冠军 你身为他的弟子 可不能落了他的名声 不过 我想你是为那三千燕烟火而去的吧 正如风老所言 这中州强者如云 接下来营救老师 必会危险重重 只有尽快得到三千燕烟火 才有与斗尊强者的一战之力 这星宇你拿着 之后若遇到解决不掉的麻烦 捏碎它 老夫就会凭借着感应找到你 多谢风老 万事小心 药臣能将坟绝交给你 足以见得他对你的重视 于我而言 老师早已和父亲一样 若是没有老师 就没有如今的我 就算拼了我这条命 也要救出老师 药臣没有看错人 我会尽快打探出 魂殿在明城的实力情况 也会联系与他交情不错的强者 倒是同去营救 小子替老师 谢过风老 好了 时间紧迫 就各忙各地去吧 若是遇到解决不了的麻烦 记得捏碎星月 硝烟谨记 老师 药臣 这么多年 总算有你的消息了 我一定会将你救出来 希望他们顺利替他丹城 小妍 你现在打算去哪儿 我要去丹塔 哦 丹塔所在的地方名为丹城 那里可是全大陆炼药师最多的地方 即便是使用空间虫洞 至少也需要一个月的时间才能到 那还等什么 走吧 嗯 这便是柳青所在的天皇城 小妍 你等等我 飞这么快 你这不是欺负人吗 嗯 拜托 要不是等你 我和柳青早和少 你这家伙 哎 听柳青说过 这天皇城内的空间虫洞 能直通丹玥 他们了家便是这虫洞的掌控者 不过 这片区域方圆几千里真正的霸主 则是三谷之一的焚岩谷 焚岩谷 这天火三玄变是焚岩谷的镇谷之宝 拥有焚绝的你 若日后收集了三种异火 同时开启三重变化 那种实力的增幅 就算是创造秘法的先辈 恐怕也是料想不到的吧 这焚岩谷的底蕴相当强 还传承了一种名为九龙雷刚火的异火 你小子知道的还挺多 那是 我可提醒你啊 别轻易使用天火三玄变 万一被焚岩谷发现 麻烦可不小 听说了 我知道了 那柳家好像遇到麻烦了 据说在和程家争夺空间虫洞的管理犬呢 是吗 唉 不知道这天荒城的虫洞 还能不能用 真讨厌 谷主下令 谁能找到高阶炼药师 助他炼制丹药 这空间虫洞往后的三年管理权 便交给其家族 可是长老 赤祸长老大可放心 即便是在丹塔中 曾修大师都算得上 接近尖端的炼药师 他定能助唐谷主一举成功 你 赤祸长老 这事来得太突然 能否给我柳家几天时间 我定会全力寻找六匹炼药师 长老 时间若是耽搁了 我成家的损失倒是不打击 可万一误了唐谷主的大事 这么短的时间 怎么可能找到六匹炼药师 你们 飞儿 哥 大举为仇 时间紧迫 老夫不敢拖延 你柳家今日 若请不出六匹炼药师 那就将空间虫洞的管理权 交给成家吧 六匹炼药师很了不起吗 以后 太空而行 这是痘宗 这人怎么这么言说 有情有妃 好久不见 一到难处 兄弟你就尽管说 林燕 你怎么来了 怎么 不欢迎啊 怎么会呢 柳亲柳妃 好久不见 你 你是萧 她呀 最近得罪了风雷阁 得低调点 萧妍 真的是她吗 好久不见 你小子 现在已经突破斗宗了 七星斗火 也不错嘛 比林燕要强上不少 可不得你这么损人的 不就一个小小的斗宗嘛 我还以为是什么了不起的任务 柳青 需要帮忙吗 没事 我会想办法的 你好不容易来趟天皇城 别为我的事惹麻烦 当初你跟我去加马帝国时 可不曾怕惹麻烦 可是 前辈 小子愿与这位大师 比试一番 你竟还是炼药师 看起来年纪轻轻的 没想到 他不仅是斗宗 还是为炼药师啊 厉害 曾修大师 恐怕有些人不太懂您六品炼药师的尊贵身份 小子 我也不欺负你 只要你能用灵魂力量将我击退 便算你胜 既然这位小友也是炼药师 那便比试一二吧 比试灵魂力量 这未免太圣之不武了 放心吧小伙子 我会手下留情的 我说的是我自己 这种级别的压迫感 我只在单打一些长老的身上感受过 怎么可能 小子 又要在我面前装神弄鬼 真是无趣 给我破 我说这小子没问题吧 行了 哥 这不可能 曾修怎么会输给这小子 前辈 这场比试想必有结果了 小友实力超凡 轻松获胜 天皇城空间重动 未来三年的管理权 也归柳家所有 多谢赤口长老 好啊 太棒了 大王 还不知小友名讳 炎霄 如今空间重动的归属有了结果 炎霄小友既然是代表柳家的炼药师 按照规则 还请小友随我去趟焚炎谷 去焚炎谷 也许有机会拿到完整版的天火三宣变 既然出了手 自然不会推脱 还请前辈稍等片刻 你真打算去焚炎谷 万一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放心吧 刘青 有件事得麻烦你一下 不知焚炎谷寻找高阶炼药师究竟所为何事 我家谷主大人一直想炼制一枚等级不低的丹药 不过他并非炼药师 这次便是要从邀请的炼药师中选出两位 祝他一道炼制 若是成功 焚炎谷定有重限 原来还有挑选 当然 即使最后没有被选中 焚炎谷也不会让小友白来一趟 前方便是我们焚炎谷的总部 坐稳了 眼笑小友 小姐 吃火前来复命 小姐 天皇城所引荐的炼药大师已经抵达 炼药大师这么年轻 炼药大师这么年轻 炽火长老 你不会被骗了吧 小姐 炎霄先生虽然年轻 但他已是六品炼药师 实力更达到斗宗界别 这般年轻便是斗宗 这位小友还真是年轻有为啊 又是六品炼药师 又是斗宗的 炯火长老 你可别阴沟里翻船啊 莫大师放心 老夫这点眼力还是具备的 哈 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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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过堂谷主 各位免礼 这位小友怎么称呼 在下颜霄见过堂谷主 谷主 这位小友乃天皇城举荐的炼药师 嗯 能够在晋级斗宗的同时 炼药术也有所成就 这可不是简单的事 爹 别光听人刷几句嘴皮子就下定论 之前试过那么多次都失败了 活儿 不得无礼 嗯 颜霄小友 矫女如有冒犯 还请勿怪 唐谷主谬赞了 在下只是运气比常人好上一些罢了 嗯 既然人已到齐 那老夫便将此次的事预先说说 老夫需要炼这一枚丹药 而这枚丹药的品阶 算是七品高级 七品高级 炼药并非老夫所擅长 是啊 所以需要筛选两名炼药师 能够抵御我那九龙雷缸火的断烧 终于可以见识到九龙雷缸火了 话不多说 各位 测试正式开始 这九龙雷缸火的龙威居然有震慑灵魂力的效果 九龙雷缸火 一火榜上排名第十二 如今一箭果然名不虚传哪 原来这才是九龙雷缸火的真身 今天真是来对了 不需死刑啊 大家召唤火焰一起上 说不定可以抵御住这九龙雷缸火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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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夫献丑了 天寒火 据说蕴藏此寿火的天孤芒 只出现在古灵龙火出现的区域 遇上天孤芒 老夫已经算好运了 没想到这天寒火 也与老师的古灵龙火 有着一些共同之处 爹爹 看来幻大师可以勉强坚持下来 幻大师 您已通过考核 可以先休息了 幻大师已经通过测试 还有哪位大师愿意挑战 严肖小友 可否遗失 若是害怕了 现在走还来得及 不然一会儿被烧得连衣服都不舍 一虎 衣服的事就不让我们操心了 这 这也是一会儿 有一会儿又能怎样 难道还能比九龙雷高火强吗 我倒要看看你究竟什么本事 那就开始吧 怎么会 九龙雷高火的一火能量 居然产生了如此波动 怎么可能 这个年轻人 果然不简单呢 一火往上似乎没有这般色色的火焰 唯一与之相像的 便是排名第十九的青莲地心火 但即便是青莲地心火 也不知让九龙雷高火这般忌惮 这小子怎么会有如此厉害的一火 是啊 他究竟是谁啊 潘谷主 不知道在下可算是通过了 那是自然 老夫有严肖小友和焕大师相助 成功几率大增啊 只要两位能助我炼制成功 报仇 唐某则会尽力满足 不知这报仇 可包括焚炎谷的一些功法 或是斗技 只要不是我焚炎谷的不传之秘即可 不知炎萧小友 看中了哪一种 天火三悬变